我們都知道如果一個平面上有兩點的話 這兩點可能會在不同的位置 如果有兩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畫一條直線 同時通過這兩點 而且只有一條直線 即是你沒有其他的 理所當然就是這一條 那如果我沒有了 移動一下這點的位置 這條線都一樣會通過 那接著來的問題就是 究竟通過這兩點 那條線的方程是些什麼 那現在我們手上只有兩點 那我們什麼數據都沒有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有兩點的話 我們學過可以找它的slope 那麼我們嘗試一下 它的slope約幕就是 Y除以X 那正確一點說呢 如果我們 準確一點切這一點 它的座標是 X1和Y1 這一點的座標是 X2和Y2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有 M就是它的slope 等於 Y1-Y2 X1-X2 OK so far so good 那麼呢 而其實我們 還需要多一個 genomic的一點 這一點呢 我們就給它一個名字 就叫做XY 這次沒有12 因為有12的話 就證明我們已經知道 那一點 它實際上的座標是什麼 而沒有呢 一向就是genomic 普通一點的 那麼它可以廣泛地表示 就是這條線上面的任何一點 那麼這一點呢 就... 呃... 拉這個墊水過來 那麼我們看看 這個slope 今次是 m等於... 我可以用這個X來減先的 等於... 呃... Y-Y2 over X-X2 那其實你還可以寫多一條 寫多一條呢 色呢就是... 另一個m 因為我講過 計的slope呢 你是可以... 用這一條線上面的任何兩點 那麼我們現在手上有三點 我們其實還可以Pick呢 是這一個點 和這一個點 那麼所以呢 計到出來呢 我們最後會有 m等於... y-y1 over x-x1 那呢 就有這三條色了 那這三條色呢 它們有什麼共通點呢 就是它們當然等於slope 而我之前都講過 一條線呢 它只有一個slope而已 那就是說 這一些m呢 它們全部都相等的 那所以呢 如果將它們 全部equal 我們最後就會有一條大色了 這條大色就是 m 等於 y1-y2 over x1-x2 也都等於 y-y1 over x-x1 也都等於 y-y2 over x-x2 那對了 就是這麼簡單了 那麼我們呢 理論上只需要說 一條線只需要兩個資訊而已 那麼這次呢 我們只需要撿 兩塊東西 隨便兩塊 任何兩塊 嗯 例如 這個等於這個 那它就已經滿足 這一條 直線方程 那個方物 你看到我呢 其實都是 丟一塊這樣的東西下去 那它就畫了一條直線出來 那這個不難理解 我們 你看到有一條色 那麼我們純粹 這次是丟一些 一二三四下去而已 那接著 因應題目要求 我們就會出到這條色的了 那麼呢 直線方程 我們已經講了三個方法了 那麼 下次呢 我們會盡量找一些應用題 看看 我們之前學過這幾條色呢 是可以怎樣用的 那麼今次這個呢 叫做 由於我們這次呢 用 兩點來做Web Friends 來做這個參考點 所以呢 這條form就叫做兩點式了 那麼 這次兩點式呢 就講到這裡